静 院长 手术完事了 拿来 拿什么呀 当然是手术室的录像带啊 我要把这个录像带送到卫生局 证明刘嘉诚的违规行为 以后 刘嘉诚的医生执照就会被吊销 那他这一辈子都当不了医生了 报告副院长 你报告什么 可是拿录像带啊 我确实是有用那个监控录像器来着 可是 可是什么 可是 可是他坏了 什么 坏了 早不坏晚不坏 偏偏在这个时候坏了 小燕子 你是不是在使坏啊 胳膊肘往外快 不 不是 副院长 我确实有用那个录像器来着 我去的时候 它就不好用 然后 我还叫了维修部的人员来维修 结果到现在它都没有修好 他们说呀 非得到厂家修不可 是否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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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副院长 我没有完成你给我的任务 要 要不你把我开除算了 小燕子 这件事情 我也不能怪你 因为你也这样去做了 我应该相信你 所以 你也不要太自责了 好吗 嗯 谢谢副院长 那你去吧 哦 监视器坏了 刘家长 算你运气好 可是开刀却是事实啊 在医疗记录上 绝对不会有记载的 妈已经去召开临时董事会了 刘家长 你想不下台都难了 医院早晚都会落在我的手里 伯母啊 您就先别着急了 刚刚小飞也说得很清楚了 这件事情 与她完全无关 我也相信她说的话是真的 所以啊 我们现在只要等警察 把事情调查清楚 那小飞就会没事了啊 哎呀 就别胡思乱想了啊 啊 伯父伯母 刚刚我跟医院 请了几个小时的假 偷跑出来的 现在时间快到了 我得赶回去了 安静 那你先走吧 好好好 没事吧 那你们保重啊 谢谢你照顾我们家小飞 不用客气伯父 伯母 这是我当媳妇应该要做的 啊 没什么了 我的意思是 那我先回医院忙了 我下班了 有空咱来看什么 快快快快快 别走 别走 好 那就不送了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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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神叹气呢 要不先回房间休息休息 那小飞的事情没解决 我怎么能躺得下呢我 好 这 小军 哎 小军 你 你怎么跟坏人在一起啊 伯母 伯父 这是我们第一次正式见面 我叫陈凯文 我早就知道你叫陈凯文 你破坏我女儿的婚姻你 你还跟那个贱女人 那个坏女人 那个美美 你搅和在一起 小军啊 你赶快 你把她给我赶出去 妈 爸 你别这样 今天凯文来 是为了救小飞的事情 他可以救小飞 哎呦 陈先生 快快快请坐 哎呦 请坐 请坐 快快快坐 陈先生啊 你要是能把我们家小飞救出来呀 我 我这个老婆 我就给你磕头鲜了 不不不 哎 我承受不起啊 我作为把她的眼睛 你这样 来 陈凯文 来 请坐 快坐下 陈先生 你有什么办法 能够救小飞出来 哦 是这样的 我在公安局呢 和法院有几个朋友 而且我还认识不少律师 司法程序这块呢 我很清楚 虽然我听说 小飞在派出所 关押二十四小时之后 会转到看守所去 但是请你们放心 我一定会想办法 把小飞给救出来的 接下来呢 我就会找那个 拥有古董的人 跟他谈条件 请他撤诉 撤诉 那 他平白无故地 为什么是撤诉 那 那东西不是碎了吗 而且他还是个赝品啊 爸 我跟凯文回来的途中 凯文已经给他 那个香港的朋友 打过电话 说让他去参加 那个古董的拍卖会 不是无论花多少钱 都要把那个古董给拍下来 还给那个业主 之前那个业主 也答应赔偿 拿了八百万 可是后来发现 那个古董出现在市面上 他又反悔了 你们放心 只要把古董还回去 他就会把那些 赔偿的钱也还回来 并且对小飞进行撤诉 这之前呢 就已经赔了那么多钱了 这在高价竞拍 你说这得花多少钱呢 为了小军 就是花掉我所有财产 我都愿意 凯文 我们何德何能 你 你这么对待我们 老夫 小军的弟弟就是我陈凯文的弟弟 所以呢 请你们相信我 我一定会把他给救出来的 陈先生啊 你要是让小飞能平安地出来 那 那你就是我们家大安人哪 那我一定让小飞给你磕头道谢呀 老夫 他们家也别这么客气 老夫 小军 老夫 你说出来就没人了 可是一来 那个业主 他会不会满满这个面子啊 二来 即使你那个朋友拍下来 这他花多少钱啊 我担心 小军 我既然能在伯父和伯母面前 能这么说 我就有信心把他给救出来 所以请大家放心吧 我一定会想办法 至于钱的事呢 也不用担心 我要是不够的话 我可以跟朋友见 好 那 你好好陪陪伯父伯母吧 那我就先去把这些事情给处理了 先走了 谢谢 谢谢 真是 谢谢 谢谢 行 我先走了 好 这边先走了 好了 伯父伯母 你们不用送了 我就先走了 陈先生 那谢谢你啊 真是太感谢了 太什么气啊 要是咱儿子能平安地出来 这是最重要的呀 老陶 咱们今天可是遇到贵人了 小军 那凯文 是不是故意找这个理由来接近你啊 她说的话能信吗 爸 我现在管不了这么多了 最重要的是先把小飞给救出来啊 就算她说的都是真的 我怕 她会拿这件事情来要挟你 你放心吧 爸 她说过 她不会来要挟我的 小军 你会不会因为感激她 和她交往 不会的 爸 其实 在没有日式加油之前 我确实跟陈凯文交往过一段时间 可是后来 我们就分手了 所以爸 你放心 我跟陈凯文 不会有任何感情上的交往的 哎呀 你们这啰哩啰嗦的说什么呀 老佟啊 先救小飞要紧哪 你别忘了 那小飞可是咱们张家的 唯一的男孩子啊 那传宗接待的事就全靠她了 传宗接待 传宗接待 我看就是你 就你把她处坏的 她要是再出来 万一惹事了又怎么办呢 呸 你这胡说八道什么呀你 菩萨保佑啊 保佑我们家小飞平安出来呀 我发誓 小飞要是出来 我一定我我全年我吃醋 我再也不骂人了我 什么 我妈要求赵凯林是董事会 嗯 夫人刚刚打电话过来 让我通知副院长您医生 那这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 开董事会呢 这我爸的 哦 您是说前院长啊 我刚刚啊 已经去找过他了 他现在已经到办公室了 让我过来通知您 哦 我知道了 谢谢 好 哎 家长 这个时候开董事会 会不会对你不利啊 医学 你之前不是说过吗 不管发生什么事 你都会陪在我身边 所以 我现在什么都不担心 因为 我有你 不管发生什么事 别跟你妈妈起冲突 放心吧 好 来 我们开会了 好 下面 由副院长宋香给大家讲话 各位董事大家好 我是医院的副院长宋香 今天临时召开这个董事会 是有原因的 因为我们医院院长一直 空缺了一段时间 所以前任院长夫人 觉得不能再耽误了 召开这个董事会 是希望各位董事能够支持 前任院长夫人的决定 我提议 让我的儿子刘家佑 担任雪乳医院院长一职 这 他做一种事 就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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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对 爹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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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份报告书上清楚地写着 洪德的妈妈 要求洪德现在所在的医院 重新帮洪德做了血液 和药液的检验 而这检验报告证实 洪德身上并没有 盐酸本柄醇胺这种禁药的成分在 而断层扫描图上也显示 洪德并没有二次中风 所以这个证实 是洪德这个病人他的说谎 而刘嘉诚他也坚称自己 并没有开过盐酸本柄醇胺 这个禁药给洪德服用 所以这也证实 刘嘉诚的处方签 是遭到他人恶意的篡改 这份报告书 我也已经寄了一份给卫生局 而卫生局也答应我 要尽快重新调查 还刘嘉诚一个清房 杨兰 你这分明就是在作假 宋香 作假的人是你吧 好 那这件事情 我们就等到卫生局的 调查报告下来以后 我们再做决断 而院长一职 我刘嘉诚认为我 财疏学浅 不能担任 如果说调查报告显示 我哥哥刘嘉诚 没有违规行为 那么我希望董事会 一致通过 由我哥哥刘嘉诚 继任院长一职 加油 哥 医院需要 是白兹 你会在你的带领下 发现的康达 对不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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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兰 杨兰 谢谢你 你不要这么说 这是我应该做的 杨兰 我刚才听说董事会的事了 真是又惊又喜 你真是神通广大 这种事情你能查得出来 其实这件事情 并不是我调查的 不是你做的 今天早上有人传真给我 上面写着 嘉成原本开的处方 并没有盐酸本饼存胺 所以嘉成的处方 是被人家篡改过的 而且 洪德并没有服用这种药 所以 我就打电话去给洪德的妈妈 跟她说 要确定洪德的安全 请那边的医院 再帮洪德咽一次血跟药 咽出的结果 她身体里面 并没有进耳的成分 哎 那到底是谁 发传证给你的呢 这人应该是 医院里的人才是啊 是啊 原来 到底是谁 你告诉我 我要去谢谢你 这传证上面 并没有署名 而且字体 也是用打字的 所以 我也不知道是谁 不管怎么样 这一次 都是你帮助的 所以 我真的想谢谢你 嘉成 我之前做了那么多 对不起你的事 让你担心 让你心烦 又造成了那么多麻烦 其实 我帮你做这点事 也只是让我自己 好过一点而已 原来 过去的事情 就让它过去 这一次 我的确违反了新型手册 动了手术 如果不是你帮我 承认事实的话 我可能会被掉下指掌 幸亏有你 幸亏有你 才让我在新衣记录上面 没有屋顶 这一次 只是多亏你了 其实 只要你们能够幸福 我 我 我没有关系的 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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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映雪 我知道嘉成很爱你 我 我 祝福你们 你给我过来 赵飞业长 赵飞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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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偷偷摸摸地 躲在后面 偷听我们说话 是不是宋香派你来 监视我们的 我没有 我没有偷听你们说话 那你为什么 躲在那里呢 我只是刚好经过而已 原来 算了 她也不会做这么无聊的事 只是经过而已嘛 真的那么巧吗 我们董事会才刚开完 你就躲在后面 偷听我们说话 我没有 我没有跟踪你们 我也没有偷听你们 我只是个代理主任 我随时都可以离职的 我也没必要做这些事啊 你 原来 你也为了她的 温燕 你走吧 原来 为了表达我们的信誉 我想和易雪 一起请你吃个饭 不用了 我还有事 不过嘉诚 你的确应该请易雪 好好地吃顿饭 那 我先走了 再见 要了 我 我 我 祝福你们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有 我 我 你 你 我 我 那如果程小菲真的坐牢的话 你怎么办 对啊 你不是告诉我们 你已经对他产生感情了吗 是啊 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我才觉得很难受啊 安静 你不是说过 会有人愿意救他吗 而且我觉得 这件事肯定不是小菲做的 放心啦 警察啊 一定会还小菲一个清白的 对啊 安静 你现在应该乐观一点 你想啊 今天医院发生了这么多事 不是还是让你请假出去了吗 说了什么话 医院的事情要紧 我的终身大师更要紧呢 走 这 这两个 实在是太没义气了 别不 tän掉 기분最amientos entrevед摄的姐ica 你是谁 曼克兰 敌人家 不是 我们来 自己涮舍 オ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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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オ 不再聘 sin 我们来 bu shit 那我 还给我开着上班上罗 四爪一 真是好心悲好棒啊 怎么可能啊 听安静 你干嘛弄我电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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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你 欣欣给杨岚姐 要她去救柳家诚的 对 不要乱讲啊 我上次 发誓去了以后 汪汪把她删除了 我得赶快把她删掉 赵 肥 燕 你实在太伟大 太伟大 太伟大了 原来 你一直在默默地做这些事情 我竟然都不知道 我还一直错怪你 一直误会你 一直骂你 我对不起你 对不起啊 我错了 赵伟业 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了 你不要这么大声好不好 我担心 我担心你要是被别人听到了 我就不是丢了工作这么简单了 我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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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担心 我担心 你你你到底担心什么啊 啊 我担心 我可能会因此 丢了小命啊 这儿严重啊 我实话跟你说了吧 我跟宋湘虽然是好朋友 可是我发现 她老是争权独立 还耍心眼 我虽然不能阻止她 但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嘉诚副院长 遭不白指缘 万般无奈下 我只好按地理写信给杨岚 让她去帮忙做这件事情 对了安静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 你一定要替我保守这个秘密 你千万不能告诉别人哪 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说出去的 我绝对会替你保守秘密的 飞燕 我实在是太崇拜你了 我太爱你了 好好好 飞燕 我起恩警发誓 从现在开始 我绝对不会再凶你 我以后对你毕恭毕敬 还把你当作我的 知己好朋友 实在是 太可爱了 太可爱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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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嘛 你看你 听了我一脸口水 你 你 你还叹气 怎么回事吗 你 肥燕 肥燕 你知不知道 我 我快要收垮了 刘家成 刘家成副院长 有你这个大贵人 大救星 可是 可是我们家小飞 就没那么幸运了 眼睁睁的 看他又被送进看手锁 我其实想帮的也帮不上啊 你说 我是不是快要收垮了呢 肥燕 你可怜我 我好可怜呢 那个 警察一下 那个我有点话想跟他说 你看还能不能帮忙 好 可以 好 谢谢你 郭大哥 陈大哥 郭大哥 你们两个怎么一块过来了 小飞 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 咱们公司有一个大经理吗 来 我现在正正地跟你介绍一下 陈凯文 就是我们公司的总经理 也就是咱们公司的幕后大老板 陈大哥 你是我们公司总经理啊 那郭大哥 你当时为什么不告诉我啊 我跟凯文啊 当兵的时候就认识了 后来凯文觉得和我合作不错了 就把把他公司呢 交给我来经营 之前你也没有说过你们认识 所以呢 我也没有提起过他的名字 也是啊 我也没有跟你提起过 我认识陈大哥 小飞 不管谁是总经理 你放心吧 我不能看着你坐牢 我一定会想办法 把你弄出来的 可是 好了 小飞 你就不用担心了 只要凯文能答应帮忙 那你肯定就希望能出去 不过小飞 你要帮我保守这个秘密 千万不能告诉你姐姐 小军 知道吗 你 为什么呀 你别问为什么 你也别管了 我会尽快把你保出去的 陈大哥 只要你能把我弄出去 我保证 我以后当牛做马 我都会报答你的 回去吧 陈璇 你爸妈已经同意了我们的婚事 我爸也愿意支持我们 而且现在 医疗的事件已经调查清楚 我现在非常担心 终于可以跟你去登记了 虽然只是登记 但是 我希望你能穿上 最漂亮的婚纱 我又不是十七八岁的小姑娘 再说了 亮亮的事还没解决 小飞的事也没处理好 这个时候穿婚纱不合适 好了 别想那么多 小飞是个善良的人 她只是交错了朋友 你放心 我一定会请最好的律师 给她法律上的援助 好了好了 不说那么多 我们进去吧 走 欢迎光临 欢迎光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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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凯文 这次做的 是不是太过了 会不会 见证 你是我的好朋友 咱俩经营这家公司 这么多年了 我是什么出身 你应该清楚吧 你觉得这点事 做得很吗 不是 之前接触的人吧 咱就不说了 这自从小肥来到公司以后 我发现他就是一个 天真的大男孩 有着满腔的热情和抱负 而且他守规矩 对人呢也有礼貌 我对他真的就像对待亲弟弟一样 没错 见证这一点我跟你是一致的 小飞呢 是张小军的弟弟 将来就是我的小舅子 我对他 绝对会像亲弟弟一样 可是他现在关起来了 你想说的 他被关起来是因为我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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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时候 我们的巨额保险就可以得到索赔 这个真的还可以去拿拍卖 对吧 我们就可以赚到双倍下去 没想到 这个花篇市场上只有一个 而且那业主还掉了记号 好 那你现在想怎么做 就按照我说的 去拍卖会场上把拍卖取消了 交一点手机费 就跟我们补卖了 把花篇拿回来 到时候把花篇还给叶主 不过我们要跟叶主好好谈谈 把之前赔他那个八百万 至少得一千万的给我还回来 不是 你 你这 建成 别老叫你爸 只要他把花瓶拿回去 到时候 我们就可以反送出入口 我忙了 任哥 其他事情我去办 那 到时候 小飞就能放出来了 小飞放出来的时候 我会陪小云一起去的 这个我知道 对了 江苏云 你弄到手了 那个 江苏云现在呢 已经真的爱上我了 而且 好 特别好 你让他 再对你感情加深一点 到时候 就把他给甩了 到时候 我让他痛苦一生 我陈凯文呢 最恨别人伤害了 郑所谓 有仇不货 非君子 这家婚纱店 就是当年我跟嘉诚 拍婚纱照的地方 可是现在 已经无是人非 婚纱仍然挂在橱窗里 可是我和嘉诚 已经离婚了 离婚纱照美 只心让人憔悴 浮华雪月月仰蝴蝶 说谁辜负谁 霓华雪月月仰蝴蝶 霓华雪月月仰蝴蝶 说谁辜负谁 霓华雪月月仰蝶蝶 这是我们的局副总 你好 刘总你好 欢迎你们 你好你好你好 清凉座很漂亮 谢谢 不过你们两位 招呼好两位 那么接下来呢 我那边还有点事情 我先过去忙了 好 祝你们拍摄愉快哦 好 再次恭喜你们 谢谢 谢谢 是嘉诚和易雪 在试婚纱礼服 他们真的准备要结婚了 这曲不完美 我的眼一个人也会很美 然后这狗妈可以配我的水晶鞋吗 我啊 谢谢 这个好像 就像是 穿上水晶鞋的灰姑娘 雨雪 你不仅是我的灰姑娘 而且 你马上就是我的新娘 可是 你姑娘到了十二点钟 就被她回原型了 我担心 我们 雨雪 放心吧 我一定会好好对你 我会 和你手牵手的 恩爱地过一辈子 我保证 累了吗 那我们换你衣服 去去休息吧 好 别放开了 心中的负累 就让自己 轻轻地洒脱 直到心里 没有后悔与寄托 舍去不完美 我的夜一个人也 会很美 独自去面对 就算是冷我孤单 也不后悔 我要走的路 杨兰 就算走得辛苦 杨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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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诚 你不用跟我解释 我只是 我知道 那家婚纱店 是我们曾经去过的地方 所以 我才会常常自己一个人 不知不觉 走到那家婚纱店的门口 我常常呆呆地 站在那门口 看着 想着 老天爷 他曾经给了我一个很优秀 又很好的老公 是我自己不懂得珍惜 杨兰 听你这样说 我心里也不好受 分手 不要 你去吧 书 你自己做错了太多的事情 你自己做错了太多的事情 我已经很心满意足了 一个人的路 怎么突然就感觉孤独 是长大还是习惯 你在我耳边温柔的顶住 两个人争吵 好过一个人到天荒地老 心层层过去后 就低顿心是我对你的依恋 突然间我很爱你 害怕失去你 整个城市还没睡醒 我只想把你抱得更紧 突然间我很爱你 如果没有你 我想失去客的牧丽 软弱的无法再走下去 我只想把你抱得更紧 我只想把你抱得更紧 我很爱你 我只想把你 friends 你爱你 疯狂的无法 audio 傍 men 就想和你 いる招属 回来